大家好,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 欧洲联16强手回合在周五凌晨全面展开施杀 其中发及竞女马赛主场迎战西甲球队维拉利尔 虽然马赛分组赛阶段表现不及黄潜 不过大家都是比较依赖主场优势取胜的球队 各自之前几个旧周联主场发挥足够强势 首回合过招,稍微看好陀地马赛胜出 早前分组赛阶段,马赛络得三胜两和一负 无奈同组来自英超的白礼顿越战越勇 马赛在没轮和海欧的直接对话 告负六轮战霸屈居小组第二,被逼参加附加赛 尽管如此,马赛分组赛的整体表现值得肯定 尤其是主场两胜一和抢到七个积分打好竞争的基础 附加赛两回合和乌克兰竞女萨克达交锋 马赛先是着客路得二比二和谷 回到主场在先失球的情况下,连下三省赢球过关 今届欧洲联四个主场平均每场刚好攻入三球 老将皮尔·奥巴米·杨俊险适入英超金香得主的风采 今届七场欧洲联贡献了七球和一个个做工 如主火热状太加上风口江湖的经验 无疑是马赛今次能够继续在主场大开萨格的重要本钱 留意维拉利尔近期的走势 他们在过去两轮西甲取得连胜 近七场保持不败 对于日志这么贵排名联赛中由偏下的球队来说 这样的状态勉强可以接受 分组赛阶段 黄潜的演出足够令人说服 四胜一和一副力压法甲另一支代表雷恩奪得小组第一 与马赛相似的是 维拉利尔今届欧战主场发挥稳定 过去三场都是两胜一和 其中两场不失球 有别于马赛的比赛策略 这支细甲球队奉行防守制胜 但要注意 分组赛三场作客王前未试过不失球 累计失掉了五球 如此失球率不得不令人担心 今次走访马赛可能招架不住对方高频率高强度的攻势 本回合输波导致形势陷于被动实在不足为奇 说他要寄望以阿力山大索洛夫为首的攻击线 吸到对方足够的回应 两对双兵的方面 马赛中场 华伦天朗基亚 后卫米高梅利路等人依旧因伤缺阵 而维拉利尔的伤缘相对多一点声 主力后卫组安科夫 中场丹尼斯 苏瓦雷斯 和前锋 耶利美奔劳等人高挂面战牌 多谢收听 记得赞和分享我们的视频